昨天发生了一件让我心碎的事情 昨天跟朋友聚会 然后朋友讲说 最近你怎么这么憔悴啊 然后还有黑眼圈好像不够睡一样 虽然我是男人 我觉得男人慢一点 粗广一点比较好 可是这样讲到我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 心在滴血的感觉 毕竟之前还蛮忙的嘛 还玩球在你脚下 有没有看有没有看有没有看 Anyway拍完球在你讲话 拍的时候就一直日晒雨淋 所以说真的可能皮肤状况精神状况 是有一点需要改善 昨天晚上真的是没有睡好了 因为哇这样讲我 你说怎么睡得着 真的是彻夜难眠了 所以今天一定要改善一下 对放松放松休息休息 改善一下我的黑眼圈 我的 自以为这个叫做天生励志 结果后来其实拍戏拍着拍着 现在是第五年半嘛 我发觉一个问题就是我 很多时候我化妆师会讲说上不到妆 所以说OK我就把以前觉得自己天生励志 后来觉得是貌似天生励志了 对皮肤是有一点状况了 因为每次化妆这样子了 所以需要改善 其实我平时也是有去保养啊那些吧 可能需要再多一些了 所以就看能不能够有一些 另外的一些改善方式 比如说干燥啊 油多油 而且就是现在有的时候不容易上妆了 比如说因为有的时候晚上拍戏 拍到很迟 第二天早上起来接早班 就比较上不到妆了 对 其实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心都在滴血了 真的 对而且我发觉这边哦 双下巴也可以啊 有双下巴没 虽然我没有 我觉得有一天我会有的 对迟早会来的 但我没有想到这些双下巴也可以 无光泽 哇OK 应该是拍完球在你脚下 对被太阳晒到 所以当演员真的是很辛苦了 所以你们的测这个测试的话 是可以到了很深很深的皮层是吗 对对 OKOK 好 他们会不会觉得表面觉得你是天生力质的 哈哈 嗯 没有我说曾经了 我曾经也有天生力质过 哈哈哈哈 八个里面哦 嗯 只有一个是青色的了 就是肤色 肤色 你的肤色其实还算是均匀了 均匀了 还算是均匀了 因为当时拍球在你脚下 真的不均匀都不行 每天曝晒 这样真的 一天几个钟头 对 曾经有天生力质过 后来经过岁月的洗衣礼 出现了一点状况 不过没有关系 然后发现问题及时去补救 对不对 靠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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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一起配合吧 忘记脱鞋了 太激动人装了 对对对 我一条我们的这个美容船 OK 它是根据顾客的骨骑骨 变成你长多久 在这个Fashion 你都不会觉得 腰酸被碰 嗯 你太宽了 哈哈哈 现在我要开始进行我的脸部护理了 也要睡一个好觉了 所以 是你逼我讲的 拜拜 你可以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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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